大家好,我是小K 2017年,一场超大规模的动乱 席卷了印度的哈里亚纳和庞哲普方 数百万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着暴力的宣泄 罗塔克地区的一个监狱外面 2万多的平民进行着更加疯狂激烈的行为 大量的商铺被砸 不计其数的汽车被点燃 这次激进的抗议造成了至少200多人受伤和30多人死亡 引发这一切的根源是因为一个人的被捕 他是这些暴乱人员的精神领袖 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神 他曾经教唆数百男人集体自攻 而让医院里充满哀嚎 他拥有着全部由女性所守卫的地下宫殿 这些女守卫都被迫成为了他的床上伴侣 这个明面上被无数人所膜拜的大善人 暗地里却是一个十足的变态 他靠一己之力引起了数次的教派冲突 甚至让半个印度都陷入了混乱 这个人叫国尔米特拉姆·拉西姆·辛格 1967年8月15日 拉西姆·辛格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从小出身贫民的辛格 由于天资聪慧 深受老师和朋友们的喜爱 大家都会夸赞他 做任何事情都充满信心 辛格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真神公教徒 从拉西姆·辛格一出生 就超乎常人的疼爱着他 他的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够成长为一个特别的人 从小就特立独行的拉西姆·辛格 不论学习还是运动都十分的出色 他就是长辈口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连真神公教派的第二代领袖 萨哈·萨特南辛格 也对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他认为小辛格是受神祝福而降生的人 就这样 七岁的辛格就被引入到真神公里 成为了一名灵童 辛格在15岁的时候就早早结婚了 1990年 23岁的辛格已经和妻子育有两女一子 本来就长相着急的辛格 总是喜欢留着茂密的胡须 经常会让人误以为他已经40多岁了 这也让他带给人们一种成熟和老成的印象 正值壮年的辛格已经成了教会当中 一个小组织的首领的左膀右臂 而在当时 真神公教的领袖 也就是封他为灵童的那个萨哈·萨特南辛格 并重了 他门下的几位弟子 也开始为了争夺领袖的位置而摩擦不断 而拉西姆辛格知道 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他更知道 若要速战速决 出手必须要狠 于是他就拉拢了一批九肉朋友 凭借着一把左轮手枪 血腥的杀出了重围 镇压了一切反对他的声音 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 领袖萨哈·萨特南也不得不宣布赐予他拉姆·拉西姆之名 翻译过来是同情与慈爱之人的意思 带有着神赐的意味 是担任领袖的精神铺垫 就这样辛格成功的登上了首领之位 也是从这一刻起 真神功正式成为了辛格大展拳脚的舞台 开始了他颇具传奇色彩的后半生 那么这个名字听起来真的很土的真神功到底是个什么鬼呢 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度里 教派繁多 民众的信仰更是不知反几 真神功就是众多教派的其中之一 早期的时候这个组织并不叫真神功 而是叫做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 他原本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团体 由苦行僧马斯塔纳在1948年创立 创立之初他只是一个提倡清修苦行的小教派 规模虽然不大 却也算是一个正统苦修受人尊重的组织 但是野心勃勃的拉西姆辛格上台以后 并不满足于现状 他决定要扩大教派的影响力 在印度有一个封建社会所留下的极端制度 叫做种姓制度 这是一种以血统论为基础的社会体系 高种姓的阶级是低种姓如家畜 并严厉禁止与低种姓的人通婚 虽然倾向制度最后在1947年的时候被废除掉 但根深蒂固的思想余毒 还是深深的扎根在了印度民众的心里 再加上当时印度的低种姓犯罪率居高不下 这也让拉西姆辛格看到了机会 聪明的辛格先是脱去了原本朴素的着装 换上了鲜艳浮夸的衣服来吸引年轻人 接着他又开始大肆宣扬平等的理念 借此来吸引低种姓人的加入 再配合以高超的演技 征服了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无产阶级平民 随后在这些人的口口相传当中 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成了低种姓人们心中的乐园 是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贫瘠的天堂 这也使得原本只是一个民间的小组织 在短时间之内开始迅速的壮大 辛格的影响力也在不断的膨胀 拉西姆辛格深谙管理之道 他明白要想要管理好一个帮派就必须要恩威并施 所以在组织扩大的时期 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利和维护形象 他给信徒们免费的提供食堂教育和医疗 并开始研习组织早期的苦行政策 帮助底层的人民远离酒精和吸毒 这极大的增强了他在组织里的威望和影响力 也让信徒们更加虔诚的信仰他 尤其是一些受到恩惠得到他照顾的信徒们 更加视拉西姆辛格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救赎的恩人 不仅狂热地追随在他的身边 甚至还拉亲属和家人朋友一起进入到组织里 教派的规模日益壮大 巅峰时期的组织信徒一度达到了6000万 并在全球设立拥有46个分支机构 教派扩大以后的拉西姆辛格 也开始渐渐地暴露出来本来的面目 他开始巧立名目通过收取入会费 借酒费供奉费等等手段大肆敛财 他的信徒虽然大都是普通人 但是庞大的信徒基数依然给他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有了庞大的财力支持 原本只有一个小场地的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 也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社区集群 对硬件设施开始了不断的进行完善 电影院、医院、学校、五星级酒店拔地而起 豪车豪宅遍地,宫殿成群 他俨然成了这片土地的无面之王 辛格的净资产也一度超过了2600万英镑 但是其实辛格的这个组织 始终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宗教教义 其宗旨就是诸如慈善待他人 这样令人感觉良好而有利于洗脑的概念 而所有活动的单一中心就是一个人 拉西姆辛格 那辛格也把这块属于他的领地视作为真理之地 并把自己的宫殿命名为真神宫 报复之后的拉西姆辛格和绝大部分的人一样 选择了享受和玩乐 而他甚至玩出了更高级的新花样 作为教主的辛格先是脱下了领袖的长袍 穿上了花里胡哨的衣服 开始踏足娱乐圈 坐拥着庞大信徒基础的辛格 本着摇滚不死的精神 先是玩起了ROP 在信徒们的疯狂支持之下 他连续5张专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 总销量就超过了6500万张 那这是什么概念呢 世界上最畅销的唱片 是Michael Jackson的第六张专辑 Thriller 战力 在一年里 销量就突破了6600万张 成为了世界上销量最高的唱片 拉西姆辛格虽然是5张唱片的总销量 但是这个数字 无疑是秒杀绝大部分一线歌手的存在 而且拉西姆辛格的个人演唱会 也超过了100场 当然 他的歌声其实根本不入流 但是那些已经被完全洗脑的信徒们 则完全不以为然 他们只是疯狂地认为 拉西姆辛格的一切都是值得追随的 不得不说 拉西姆辛格在精神控制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4年的一天 新德里南边的郊区 一排穿着白衣戴着翅膀的女孩 都望向了同一个方向 接着 一辆缓缓滑行的黑色Lexus SUV 停在了这些女孩的面前 车门开启的瞬间 人群当中突然爆发出了尖叫声 彩色的纸屑伴随着七彩的灯光飘荡在空中 摄影记者们一拥而上 这一次 拉西姆辛格是来到这里宣传他的新电影 MSG 神的使者 在这部电影里扮演自己的拉西姆辛格 已经玩腻了音乐 转而踏入了电影圈 他先后连续搞出了五部剧情夸张 加无冒钱特效的洗脑电影 而他在电影中的形象 都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典范 不是飞天遁地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 就是天生神力 徒手掀翻大象的正义使者 他甚至在一部电影当中 分别饰演了十几个角色 还因此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不仅如此 他这一生当中打破的世界纪录 多达55项 不过基本都是一些 没有营养的擦边球 比如同时洗手的人数 同时献血的人数 同时的生日祝福的人数等等 拉西姆辛格也开始标榜自己是一位艺术家 哲学家和作家 只要是正面的称呼 你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 英国的劲爆 戏称这位酷爱闪亮衣装的领袖 是一位珠光宝气的灵魂导师 如果只是享受娱乐所带来的快感 喜欢被别人催捧的话 这还不足以体现他的变态 他还做了很多让变态都会觉得很变态的事 拉西姆希格曾经向信徒们宣称 割掉搞完可以让人更加的接近神灵 为了彰显自己的影响力 他开始鼓动其手下的男性进行阉割 前后共有400多位被洗脑愚弄的信徒 按照他的指引去医院做了切除手术 拉西姆辛格为了表达自己对女性的平等和关爱 他还组织了一场大型的集体婚礼 他让自己的信徒自愿与临时爱情工作者们结为夫妻 说是可以让妓女们得到救赎 不再被神抛弃 而男性的信徒也会因此而荣升天堂 但是这些还不够 踏平娱乐圈愚弄了贫民信徒的拉西姆辛格 又做了更疯狂的事 教派如果沾染上政治 那么就会褪去一些神秘的色彩 对教派本身的发展也未必有好处 反而甚至会带来灭顶之灾 但拉西姆希格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 他明确表示 要做一个在政坛有议席之位的教派领袖 2012年以前的辛格一直是国大党的支持者 他的儿子娶了国大党领袖哈明德的女儿 并且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帮助亲家哈明德赢得了庞哲普邦的大选 有了国大党的保护 拉西姆辛格也是越加的放肆 早在2007年的时候 他就曾经在一则广告当中 公然扮演了希克教的时代上师古宾信 并且还在扮演当中以夸张怪异的举止试人 古宾信是什么人 那可是能够修改圣典的扛霸自己的人物 你可以理解为是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 或者是基督教的耶稣 那这样一位被希克教奉为先知的人被侮辱 抗议和声讨不出意外的海山倒海般的涌来 拉西姆辛格成功的引发了第一次的教派冲突 那虽然有着国大党的保护 但最后拉西姆辛格还是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公开道歉以平息事态的发展 在2012年的庞哲普邦大选当中 国大党的一个叫爱卖仁德辛格的政客 他想要效仿哈明德的道路 在大选之前去拜访了拉西姆辛格 想得到他的一臂之力 但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希克教的不满 你要去拜访一个侮辱我教圣人的垃圾 还要妄想我们支持你 你是脑残吗 结果可想而知 爱卖仁德在大选中惨败 这也让拉西姆辛格和国大党渐行渐远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2014年的时候 人民党的领袖莫迪 为了在哈利亚纳邦 德里和比哈尔地区获得优势 就采取了高度赞扬拉西姆辛格的策略 这也让拉西姆辛格成功的倒向了人民党 并为莫迪在选举当中造势 拉西姆辛格再一次得到了党派的庇护 野心不断膨胀的拉西姆辛格 开始对政坛直接进行干预 他一度控制了庞哲普邦27个议员的席位 议会领袖的位子也需要他的支持才能够坐稳 宗教干政本来就是大忌 作死的拉西姆辛格还狂妄地宣称 自己随时可以组建一个超过200万人的军队 同时狂妄自大的辛格也似乎忘记了上次的教训 在同一次跌倒的地方又栽了个跟头 他又一次在视频当中扮起了神明 而这次他扮演的是印度大神皮什奴 皮什奴是印度教的主神 而印度教作为印度三大宗教之一 在印度的信徒占总人口的82% 而第一次在教派冲突当中的西克教的信徒 才占1.9% 那相比之下这完全就是作死的节奏 这种行为引起了印度教徒们的极大愤慨 第二次教派冲突一触即发 拉西姆辛格被一个印度教派起诉 虽然最后拉西姆辛格还是平安无事 但是也为他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其实印度中央调查局早就对他开启了调查 调查的起因源自一位妇女的匿名举报 拉西姆辛格在自己的地下宫殿里 公开的宣称自己就是神 宫殿中的首位清一色 都是精挑细选的女信徒 那其背后的目的就太明显了 就是为了要侵犯他们 但是拉西姆辛格对此有着自己的合理性解释 他宣称自己拥有赦免的权利 与女信徒进行强制性的二人交叉运动 就是在赦免他们 很多被洗脑洗透的无止女信徒 甚至渴望尽快得到拉西姆辛格的赦免 但是大部分的女性在被性侵之后发现 所谓的赦免 其实只是被他强奸的说辞 而且大部分的女性最终会碍于他的势力 而选择忍气吞声 毕竟这种事情在强奸成风的印度并不少见 拉西姆辛格还会在施暴的过程当中 威胁恐吓受到侵犯的女性不准对外宣扬 不然就会疯狂的报复他们的家人 早在2002年的时候 一位女性就实在不堪忍受羞辱 准备匿名的举报揭露她的暴行 并且找到了报社的记者 拉姆·贾特拉帕蒂 打算将拉西姆辛格的兽刑公布于众 但是没想到的是 报道刊登之后没过多久 这名记者就被真神宫的信徒在住所外所枪杀了 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那位女士的决心 她开始给印度总理写信实名举报 并参加了200多场听证会 可惜的是 最后这个案件 还是因为拉西姆辛格的强大影响力被压了下去 对于辛格强奸女性的争议 也由此持续了15年 在此期间 拉西姆辛格的影响力日益壮大 但中央调查局也一直不断的进行证据收集 直到2017年8月25日 印度中央调查局最终裁定 宗教大师辛格犯有强奸罪 印度特别法庭对拉西姆辛格进行宣判 主要罪名包括强奸罪 谋杀罪和强制阉割罪等等 但是高高在上的拉西姆辛格 对所有的罪行都予以否认 他也自信地认为 自己这一次同样不会被审判 并且开始大肆地煽动信徒发生暴动 导致半个印度陷入了混乱 拉西姆辛格被捕之后 他的追随者们在哈里亚纳和庞哲普邦 开始走上街头制造暴乱 不过辛格没想到的是 这次的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发展 暴乱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的 真神工的这一举动 也彻底踏过了印度政府的底线 已经担任了总理的莫迪 更是与他划清界限 严厉地谴责此等暴力行为 随后印度当局动用了超过 一万五千名的军警 前往骚乱的重灾区进行镇压 为了防止宣判的时候 发生可能出现破坏秩序的行为 他被临时关押的罗塔克监狱 实行了大规模的戒严 连记者都不允许靠近 从27日开始到29日上午的11点30分 审判地哈里亚纳邦和庞哲普邦 所有的网络通讯和手机通讯都被切断了 甚至为了防止意外 中央调查局直接在监狱里设立临时法庭 法官直接乘坐直升机到达法庭进行宣判 2017年8月28日 这位曾经宣称自己无所不能的精神导师 因为强奸罪被判处20年的监禁 当法庭宣判之后 曾经风光无限的拉希姆辛格当庭崩溃 用颤抖的语气不停地大声喊着 请原谅我吧 不过此时能原谅他的 应该只有那20年的牢狱生涯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当年的记者因为揭露他强奸而被枪杀 记者的儿子安舒尔继续提出了上诉 他坚定地认为 不能让为了真相而付出生命的父亲 白白地牺牲 2019年1月 拉希姆辛格因为谋杀记者而罪加一等 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位曾经可以撼动整个印度局势的大师 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 不 可能还不是 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 拉希姆辛格一共请假得到的获释多达6次 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请一天两天去看望母亲 后来他发现还是外面的空气箱 就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 时间也越来越长 最近几次都是30到40天的长假 在过去的13个月当中 他在监狱外面所度过的时间长达了131天 占了三分之一 而在他假释的假期当中 拉希姆除了各种应酬吃息之外 他还忙着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 甚至还发布了三个音乐视频 这波操作让印度最高法院的法律专家都懵逼了 因为在印度的预政体系之下 只有囚犯在婚丧嫁娶这样的特殊日子当中 才可以进行申请短暂的假释 所以人们无法理解 作为已经定罪的重犯 拉希姆到底是如何操作来实现反复出狱的 所以法律专家认为 他的所作所为 简直就是在嘲弄印度的司法体系 其实像拉希姆辛格这样的所谓的大师 在印度还有很多 而拉希姆辛格作为营销大师级的神棍 确实把思想操控与洗脑术玩到了极致 而印度生活困苦的低种性人群 缺乏教育 也导致了大部分印度的底层人民 很容易被拉希姆辛格这样的人所愚弄 直到最后 很多信徒也依然在认为 拉希姆辛格是带领他们走向光明的使者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我是小K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